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介绍了康德在体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一些独特的看法 他的看法上围绕着几个关键的概念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 我们这里稍微再把它重新总结一下 一个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感知是有限的 而我们得到的感知只是我们大脑的感知 这种感知是不可能准确的把宇宙万物的奥秘完全感知到 因此我们的感知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信息通道 而这个宇宙的真正的真相 或者是奥秘的这种现实的最终的那个真相 我们有可能是永远得不到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往下看一看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各种各样的评估 就是评估我们对宇宙的知识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这个概念就是康德所谓的 就是transcendental idealism 这个翻成中文叫鲜艳唯心论 中文这个名字实际上听着跟我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新的信息 我们就把它的一个意思来解释一下 首先呢我们还是回到康德对这种人的知识的这种定义 他的定义总体上来讲和David Hume非常接近 他认为这个知识knowledge is transcendental transcendental在这里就代表这种横跨的超越的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知识它不是一个物理的东西 也不是一个我们的感知 就是不是我们体外的纯粹的体外的物理现象 也不是我们感知的一个感知现象 它是两边都跨的 那么他所说的知识在这里基本就是包括 就像David Hume的那种定义 基本是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天生的原生的知识 那么这种知识就是和我们的这种理性思维 和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那就是所谓的独立于我们的体验和经验的那么一种知识 那实际上就是逻辑和数学了 它本身呢是necessary and universal 所谓necessary就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一加一就等于二 三条直线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 两个点之间最短就是一条直线 这种几何这种数学逻辑 A大于B B大于C 因此A就大于C 像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理念 这是以体验感知无关的 康德呢把这个呢用了另外一个特殊的定义 一个术语 他这叫analytical judgment 就是一种分析型的判断 那这个分析型判断实际上analytical judgment essentially基本就是David Hume的那个 relation of ideas 就是理念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分析上判断 用我们今天的最简单通俗一通的话 就是说它就是一个逻辑分析的那种能力 OK 这是一个先天的先制的一种逻辑能力 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 aposteriori知识 就是后天的知识 那么这种知识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体验得来的 那这个呢相当就回到David Hume的那个matter of facts 就是物质事实 这个东西呢是基于我们的体验 但是按照康德的角度 就是我们的思维必须把这种体验进行一次整理和再加工 才能成为我们的知识 而这样的体验不是一个逻辑上的板上钉钉的那种 毫无疑问的体验 或者毫无疑问的知识 就是说这个体验有可能是这样 也可能不是这样有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也可能是往这边发生 也可能是往那边发生 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体验 它取决于我们的观察 我们的测量 而且呢 由这样的体验得出来的知识 可以被去证伪 那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所谓的归纳 可以去证伪 比如说太阳永远从东边出来 但实际上逻辑上来讲 太阳不一定从东边出来 也可能会从西边出来 那么我们下的太阳 必须从东边出来的这个定论 是可以被证伪的 就是哪一天太阳不从东边出来了 那这个定律 或者是这个结论 或者是这个知识 就被证伪了 而这样的知识 这种可以发生 也可以不发生 也可以左边 也可以右边的这种 不是逻辑上板上钉钉的东西 康德把它叫Synthetic Judgment 是一种复合的合成的判断 那么和David Tum的Matter of Facts一样 把这两个概念仔细再想一下 就是一个是逻辑上的 确凿无疑的概念 一个是感知上得来的 物理世界的一些概念 这两个概念之间 怎么样把它建立起联系 这个呢 就是回到了 下面要讲的 康德的Transcendental Idealism 在上一节 我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 对这个进行了一些讨论 康德认为 我们人是不可能真正的体验到 Things in Themselves 就是宇宙的最终奥秘 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 而宇宙的这种世界万物的最终的那种 最底层的那些奥秘 或者是那些现实 它是独立于我们存在的 它们是不可能被我们去核实 或者是不可能对我们完全了解 它只是我们大脑思维中的一个理论假设 一个Theoretical Posit 就是我们假设宇宙是存在的 但是呢 是什么样 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 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 而这样的一种概念 这样一种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的 宇宙或者是现实 或者是深奥不可测的宇宙的这个存在 和我们的感知是两码事 我们感知的 只是感知到这些宇宙 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印象 就还是回到上一节 我们提到的这个电影的概念 就是电影是一个平面 一个头上的 一个投影出来的 一个故事情节 但是这个故事情节 是不是当时在拍电影真正发生的 我们是永远不能知道 当然我们对电影制作的熟悉的人知道 这后面实际上有一个制作团队 有导演 有演员 有化妆师 这个那个 但是都是在镜头外发生的 我们只能看到镜头前面 这个平面上的发生的故事情节 而康德的这种 这种鲜艳唯心论 这种transcendental idealism 我就是用这个词 直接用transcendental idealism 它本身呢 就是试图把我们对世界的感知 和这个深恶 深奥不可测的世界本身之间 建立起一个桥梁 我再重复一遍 它的这个transcendental idealism rests o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appearances and the things in themselves 就是我们感知到的 到底是什么 和我们感知的 真正的后面的那个实情 是什么 之间我们想寻找一个桥梁 或寻找这么一个途径 那么这个途径就实际上 就是我们的理性思维 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力 这个和上一节讲的上 就有一定的重复性 但是我想不同的角度 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 就是我们看到的 摸到的感知到的东西 这种表象 不是世界万物的真正的本质 而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些表象 只不过就是这种世界万物的本质 在通过我们的感知 给我们大脑一个体验 这个体验就是我们的表象 而世界万物的本身是什么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而人作为一个感知动物 作为我们人有这种五光感知 我们只能通过表象来理解世界 那这些表象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物体 我们看到的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到的时间空间 我们的思维 在这个思维在这里也是一种表象 我们自己脑子里想什么 是我们的consciousness 是我们的意识 这是我们自己能感觉到的 当然这是一个主观的感觉 别人是看不到我的感觉 但是我至少能感觉到 和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感情 各种各样的心情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感觉到的 感知到的 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而这样的一种感觉到 感知到的表象 它不是绝对的真相 它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相 它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 一些感知的表现而已 这个听着好像很抽象的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做梦感觉到的东西 显然不是真相 但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就一定是真相吗 我们看到的电影难道是真正发生了吗 或者是我们看到眼前的一个物品 一个桌子 一个圆桌子 看着是一个椭圆形的形状 那么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思维 去想象这是一个圆的桌面 而不是一个椭圆的桌面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大脑中 感知到的东西 时时刻刻都是有偏差的 都不能准确的反应 准确的代表现实 而代表现实那东西 只能通过我们的思维 而真正的现实 真正的深奥不可测的那种实情 物理世界还是什么世界的实情 是超脱出我们的感知能力 和我们的认知能力 我们能看到的表象 是我们唯一的能够接触到 这个视镜本质的一个渠道 事物本质 things in themselves 事物的真相 它只能以某种形式表现在我们的眼前 而我们的知识完全是依赖于这样的表象 在我们的大脑里才形成我们的知识 加上我们的思维能力 这个呢 回到我们前两节提到的 这个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 这些概念 康德认为 这都是我们大脑思维固有的 天生的那么一种思维框架 这一点他认为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transcendental 就是横跨真相和表象之间的 那个桥梁是什么 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一种共性 就是大家非常相似的 对时间 对空间 对因果关系 对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的 这种思维上的一种理解能力的框架 因为康德认为 时间空间是不存在的 我们后面会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还可以提到这个概念 时间空间 绝对的时间空间是不存在的 牛顿实际上在这里说 认为有绝对空间 实际上就是从康德的角度来讲 他已经某种意义上 已经否定了这一点 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 David Hume把因果关系也否定了 而这种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 这种思维上形成的框架 使我们对世界的感知 有了一个共同的框架 我们大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就像盖房子 都有一个设计图一样 一个框架图 这房子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设计图 所有的人都设计的 都是这房子是落在地下 而不是在空中飘着的 或者是在水上飘着的 或者是什么 而这样的话呢 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在这种框架下的共识 而这样的一种共识 并不真正的代表宇宙的真相 并不代表物理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真相 我这里应该不应该准确的用物理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不一定纯粹是物理的 有可能有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在里边 但是这个世界万物的真相 不能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来代替 而这样的这种时间空间的这种表现 或者这种框架是我们的主观直觉 为了用来去帮助我们通过体验来理解世界的一个工具 或者是一个框架 是一个定义 就好像说我们画地图 我们必须有一个东南西北的坐标一样 这等于是一个坐标系一样 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东西 或者像刚才讲的用盖房子的这个例子 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主观的 就是我们大脑主观形成的一个框架 主观形成的一个结构 思维结构 而这种思维结构 是我们必须人 作为我们所有的人类的人 有思考能力的人 必须先有的一个条件 我们才能在这个条件之下 去理解世界 去互相有一个对世界的共识 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说认为这世界是什么样 还是用地图 或者是用盖房子 用地图 这在这里比较用地图在这里可能显得比较更合适 就是说我们大家有一个东南西北的地图的总体的一个定义 这地图是以公里数来衡量 东南西北是平面图 然后这地图有一定的分纬度精度全分好 那这个呢上午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共识 这样我们才能谈论这个地图 不然的话这个地图 我啪就扔到你面前一个奇形怪状的一个形状 你根本不知道这形状的这个地图的这个标尺是有多大 每一公分到底代表多少公里 那你对这个地图理上就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尺度 共同的一个架构 那么这个架构就是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 而这种架构呢 它独立于我们思维以外是不存在的 独立于我们思维是不存在的 就是它完全是我们思维自己构架的这么一个架构 而这种架构对我们来讲 只是感知上感觉是实实际的 就是empirically real 只能通过我们的感知和我们的实验 才感觉有时间有空间 实际上这种东西 它在我们思维以外是不存在的 如果没有我们人在这里去讨论这些问题 去定义这些问题 这些所谓的这些时间空间 这些坐标系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这样的一个坐标系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我们需要它 我们大脑有一个共同的 共性的相似性的框架 这样的定义的框架 用这样的框架 我们才能把这个世界的本质 和我们看到的表象之间建立一个桥梁 使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认知 这个概念实际上听起来好像比较绕 但是这概念仔细想一想 是非常非常有哲理的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后面把这个概念以不同的角度去探讨 可以看一看怎么样用这样的概念去理解 现代物理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是怎么去看 它里面上就很深的隐含着 一些这种类似的哲学理念 而这种把这种现实的表象和现实本身的桥梁打起来 就是所谓的transcendence 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一种非常的基本的这么一个桥梁 在这里面我们稍微的把话题打开一点 就是像康德这种时间空间的这种 完全是我们思维的构架 有一个隐含的意思 就是说时间空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康德以前 德国还有一个Leibniz数学家 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 在这里他上有一定相似的观点 他就说时间和空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他只是不同的物体之间的一个关系而已 就是没有真绝对的时间绝对的空间 他只是一个相对的关系而已 而这种相对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人总是要把不同的物品 在物体在空间中要建立一个 到底是在我的南边还是北边 离我距离有多远 在哪个方向 这是我们人必须要有这个概念 才把这两个物体之间的关系把它搞清楚 这是我们人为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Leibniz就是在说空间 首先先不说时间 空间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空间 而这一点实际上他和牛顿相比 牛顿就比他落后了一步 牛顿认为有绝对的时间和绝对的空间 也就是说牛顿认为时间空间 是独立于我们人的想象而存在的一个实体 这个后来发现是完全错的 因为爱因斯坦已经完全把这个抛弃在外以后 才得出他的广义相对论 和狭义相对论 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一个基本哲学理念 实际上就是把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给他废掉 这个概念没有没有绝对的 那么到康德就是根本就不存在 这完全是我们人为构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而已 Leibniz也是基本这么看 它只是一个相对不同的物体之间的一个相对 而产生的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仔细讲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直接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理念来理解相对论 这种transcendental idealism 这种transcendental就是横跨的 它基本就是说它是一个根本的桥梁 它是对我们从世界的本质跳到我们的知识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这么一步 而知识本身我们现在已经多次提到 它是通过我们感知得到的信息 加上我们大脑的处理方的把思考能力 再加上刚才讲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框架 把它导引出来的东西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reason 就是我们大脑的这种思考能力 大脑的这种思考人特有的这么一种思考能力 而这种思考能力有逻辑思考能力 有空间想象能力 有时间想象能力 把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物体 不同的现象 不同的什么 在时间空间构成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 构成各种各样的逻辑关系 而这种因果关系 逻辑关系本身呢 就可以引申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命题 不同的结论 不同的参考的这种信息参考的 互相参考的这种关系 而得到知识的过程 基本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思考能力 在我们感知表象之外 通过我们对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 各种各样的构建产生的一个结果 就等于说我们想象一个不存在的时间空间上 我们想象有个时间轴 有个空间的坐标 想象有不同的因果关系 然后我们就构建出这么一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什么呢 就是自然界的物理定律 或者是自然界的科学上的一些定律 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常数 一些定律 那么通过我们对康德的这个 鲜艳唯心论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实际上呢 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这么一种看法 尤其对这个David Hume的这种经验主义 那种非常令人绝望的那种怀疑论 提供了一个更实际的观点 David Hume的那个经验主义 最后导出的那个怀疑论 基本就是说我们必须怀疑一切 甚至怀疑所有的科学 所有的人类历史积累的 所有的知识都要被怀疑 那这样的话 这日子就别过了 而通过康德的这个鲜艳唯心论的话 我们可以说 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绝望 不是像像David Hume那种怀疑论的 如此绝望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采用这样一个 以我们的思维框架为中心的 这么一个看问题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理性主义和鲜艳主义之间 寻找一个更加切实的 更加可行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通过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同时的这个各自的特点 结合在一起 我们仍然可以使我们的世界 有一定程度的可知性 可以对世界有一定的理解 有一定的知识 当然这样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真正的找到 世界现实万物的最终的真相 这个我们是找不到的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适合我们人类认知框架的知识的范畴 这一点实际上是他的鲜艳唯心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重点回到这个reason 就是这个reason到底是什么意思 康德对于这个reason 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视的 reason在他里 他不同的著作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这个reason翻成中文 实际上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理由 就翻译就完了 他实际上有一个一整套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方面 有包括推理包括推论推断思考理解原因理性理由道理理智 还有情理和缘由 实际上这个reason在这里有各种各样取决于他的这个具体的用处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用中文的这些解释 我们能看到这里有一个中心的字就是理理性的理 所以理性思维一般来讲我们是指的是逻辑思维 但实际上这里面的理性思维有有推理有原因有理性 就是各种各样的思考各种各样对于原因的一种思考 对于事情的本质的思考 那就是说说到最后就是什么 我们大脑人的大脑和动物的大脑 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大脑里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情况 把它想清楚 尽管我们并不一定要去做 比如说我们想一加一等于二 我们并不一定非得要两个石头子而已 左边一个石头右边石头 先两个石头子单独放 然后我们开始数一二 而是我们大脑就想一加一等于二 二加二等于四 然后我们想象有三角形 想象有圆 这种东西都是推理 当然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归纳性的推理 就是如果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 每天从东边出来 我大脑里就在想 那明天应该太阳还是在东边出来 那这种东西也是推理 也是reason 这种reason当然这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上的reason 而是inductive reason 是一个归纳性的reason 那这种推理理性 或这种对这种reason的这种强调性 康德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短文 叫做What is enlightenment 就是启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是属于启蒙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哲学家思想家嘛 所以他就在这里写了一个文章 什么是启蒙 所谓的启蒙 康德是说呢 所谓启蒙就是一种使我们的思维从那种迷信中解脱出来 他没说宗教是superstation 是从那种immature thought 就是从那种不成熟的思维方式解放出来 如果一个人缺乏这样的启蒙思想的能力 并不是一定代表这个人是笨 而是代表这个人没有去想 我再重复一遍 他说的启蒙就是说不是说没有启蒙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是他笨 而是他没有去思考 因为他没有勇气去用他自己的思考能力 就像一个学者一样去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他没有勇气把他这种思考能力得出的结论 让大家知道 当然这是康德的话 意思就是说这种启蒙运动就是想让你勇敢的用他的话 就dare to be wise 勇敢的站出来 勇敢的用你的思维能力去把问题想清楚 勇敢的把你想出的结论说出来 别在大家那一起什么哥俩好 咱们谁也别 就是一个真相在那摆着 你就不敢说 而在那遮遮掩掩 在那抹西尼 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叫抹西尼吗 抹西尼就是在众人面前 不敢说实话 不敢说真话 不敢用你的思维得出你思维得出来的结论 而康德就说要想做启蒙 你大家就是敢说 你敢去把你的思维能力得出的结论说出来 所以呢 他的一个一个原文 当然他是德文 我们把它翻成中文 翻成英文 就是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ncurred immaturity 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启蒙就是把你自我约束的那种 不没有长大的那种 你自己把自己压抑的那种不成熟的感觉 把它解放出来 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的思想 所以呢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启蒙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所谓的启蒙上 就是dare to use reason dare to be wise 就是你敢去用你的思考能力 敢去显示出你的智慧 OK你如果不敢的话 那你当然你在某种环境 现在中国的话你不敢 你要说出实话 有可能把你抓起来 但是如果大家都敢站出来 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 那可能也他们也就不敢去那么去抓你了 当然我这话有点跑题了 康德呢 他是这么看 他就说所谓的reason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这种思考能力 就是一种self reflection 就是一个自己在自己的脑子里 把它想清楚 这种自己把自己的脑 在自己的脑子里想清楚这个过程 是一个自我的autonomous 自我的不受任何别人的限制 因为你在想问题 我怎么想 我想想什么就想什么 谁也约束不了 因为你可以把我的手 把我的脚给捆住 你可以把我的嘴关上 你可以把耳朵堵上 你甚至把我眼睛都给蒙上 但是你不能阻挡我自己大脑在思考 所以这个reason在这里 就是一种自我独立的思考的一种能力 而这种自我独立的思考的能力 最后得出来的这种权威性 是完全是因为我自己思考得出来的一个确凿无疑的 或者得出来的一个符合逻辑 符合思考的结论 而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不受你影响 就是gains authority from submitting itself only to critique 我自己思考 自己评估 评估完了 我得出来的 这就是我的结论 我的结论不会是因为你是什么大官比我官高三级 你说的话我就得听你的 而我用我的思考能力发现 你说的是bullshit 你说的是瞎扯 是大份 这种评估能力本身就带着一种不同的成分 就是说我可以把你过去的那种思维方式 过去的行为方式给你排除在外 或者被你否定 OK 甚至把过去的习惯的东西把它否定 因为通过经过我的思考得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像过去一直想的那样 康德的这个哲学理念 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人的这种思考能力 这种power of reason 而这种power of reason 这种思考能力 康德认为非常powerful powerful在这里应该是非常有力量的 同时呢 他也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 比如说 首先就是我们通过完全通过理性思维 或者通过我们的思维 能不能在物理世界以外得到更多的知识 当然理性主义认为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所有的知识 通过这个物理世界以外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思维得到 而经验主义认为不是 就是你得到的知识 只局限于你的经验体验 那么对在今天现代科学的这个世界上 我们总体来讲 所有的人 基本尤其是搞科学的人 基本更倾向于体验主义的看法 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必须基于evidence 必须基于证据 基于测量 基于观察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一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回到他康德 我们的理性思维 我们的思考能力 能不能用来作为我们道德行为的准则 能不能用来去指导我们道德行为的准则 对于宗教来讲 我们的道德行为的准则 完全出自于圣经 出自于这个宗教里的信仰 但是呢 康德不这么认为 我们用不着去各种各样的信仰 我们只要用我们的理性思维 用我们的思考能力 实际上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道德准则 这就是我们很多章节以前讲的 他的这个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用这种现实的理性思维 或者是思维能力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道德上的行为准则 这个准则就是 我任何想做的道德上的事 我要思考一下 这件事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用同样的方法来做 我自己能否去接受 就是己所不欲物实于人类似的概念 所以呢 他说呢 这样的通过思考能力 也可以使我们达到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 而在这样的一个道德准则 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思考能力下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类似的思考能力 所有的人 当然这是假设 所有人有类似的时间空间 这种所有的框架 建立起来的这种思考能力 如果我们所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思考能力 建立出来一个所有人的这种道德共识 我们就真正的自由了 因为我们这个自由是一个大家共识的 每一个人都认识到的这种自由 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我们有哪些界限不应该跨 有哪些界限 有哪些范围我们可以做 哪些东西不能做 这样我们就真正的自由了 这当然又属于一种ethics 一种伦理观的一个哲学理念 还是回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critic of pure reason 康德认为 启蒙之所以叫启蒙 就是把人的思维能力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上 就是我们想要启蒙 就必须认为我们最高境界就是我们的独立思维 而这种独立思维最后靠这种纯粹的思维能力得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人类的这种结论可以用来指引我们人类的生命 指引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 因此呢 这种思维能力思考能力 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的一个关键的裁判员 就是我们对世界各种各样的体验 最终都要通过我们的思考来做各种各样的组织 各种各样的排序 各种各样的判断 而这个思考能力是横跨我们的体验和我们的最终知识的关键 这就是回到他所说的Transcendental Idealism 体验唯心主义 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能力 可以使我们把体验得来的海量的观察观测和数据 最终变成一个自然界的定律 而这样的一个自然界的定律 当然中间是加入了我们的这种时间空间的这种框架 思考建立的这种框架 建立成定律 来指引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改善或生活的指引 说到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现代化的生活 我们可以坐飞机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可以从地球的一边飞到另一边 我们可以在可以和地球任何一个人进行随时随即的 几乎是无成本的通话或视频 这个都是由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建立出各种各样的科学定律 基于这些定律 制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产品 和高科技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处理方法 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呢 都是我们思维得来的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这种完全不受约束 完全不送约束的思维能力 实际上是我们的科学的基础 也是我们的伦理观 道德观的基础 也甚至可以延伸到我们对宗教 对人的自由 对人的社会上的社会的结构 对我们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人的永生 所有这些东西 很多很多的概念 我们都可以经过我们的思维能力 去把它做一些严谨的思考 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是说 康德把思维能力放在非常非常高 这就为什么他刚才讲的 刚才我讲的 就是他把思维能力放在人的这种最高境界 就是启蒙的最高境界 当然并不是代表思维是万物的 是万能的 思维有他自己本身的内在的局限性 比如说不管我们的思维有多高的水平 我们不可能对上帝有真正的了解 就好像是我们不可能对 things in themselves 对宇宙万物有一个最终的了解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思维辟静受制于我们的体验和经验 而上帝给我们没有任何体验和经验和证据 来证明他的存在或不存在 所以呢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们的思维能力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 reason 不可能给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以外的 另一个世界任何的知识 这个另一世界有可能是多重宇宙 也可能是人死后的那个afterlife 对吧 什么天堂和地狱 或者是我们意识从哪来的 那个意识本身的那个抽象的世界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可能真正的知道 所以呢这个呢是某种意义上 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实际上是局限于 我们的empirical view of the world 就是基于我们的体验能得来的这些东西 而体验不到的东西 我们思维实际上是不能到那里去 得到确凿无疑的知识了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 康德呢对于这种思维能力 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同角度的细分 一个呢就是一种是思维能力 一种是理解能力 他认为呢所谓的这种 我们通过思维能力 可以得到的各种各样的道德的准则 实际上是纯粹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 这就是他写的那本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和其他的几本书 就是那种实际思维能力带来的一种评估 那么这个呢就是他就说 利用我们的思维能力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道德准则 而这种呢是属于一种现实的 叫practical philosophy 或者叫moral philosophy 就是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 人与人之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相处 这个是通过我们的思维就可以得到的 是一个很现实的一种思维得到的道德准则 那就是我们不用去用宗教的那个圣经 去决定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思维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可以用我们的思维得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道德准则 可以指引我们每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而这样的一种思维能力 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去理解世界的本身 到底我们能理解到什么程度 就是靠这种思维来得到 同时呢对我们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理念的 这种是否成立或者是否可信 也给提供一定的支持 这种其他的理念 就是说你很多那种那种不招边的那种迷信 或者不招边的那种什么神迹奇迹 那东西我们经过思维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就不用再用别的东西再去考虑了 就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个东西 大家很常说的一句话 That thing does not make sense 就这东西根本就是不合理 Does not make sense 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东西经过我一思考 就发现这根东西不可能 天上雕大馅饼是不可能 那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这就是一种思维能力 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理解能力 那么理解能力实际上是建立在思维能力之上 就是我们对世界万物的定律和规律的开发 我们在思维能力之上 在我们对观察的以上建立思维能力 建立各种各样的框架 最后我们建立各种各样的定律 这种定律呢不光是思维 最后还有一个理解 通过这个定律我们可以去理解世界 理解宇宙万物 当然这个理解是有限的 不可能理解到最终的真理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往前去理解 这个呢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 我们可以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少在我们有限的理解范围之内 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有限的理解 往前走一步 这世界是怎么运行的 世界里边的真相 到底我能看到多少 这样的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思维能力 通过我们的理解能力 通过我们的感知能力 一步一步得到的 而这样的一种理解能力 和思维能力一起 就是用我们下面引述一下康德的话 他的原文就是说 就是等于没有这种思维能力 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 或者是任何有系统的理解问题的方法 没有这种思维能力 我们就不可能对我们得到的体验和经验 进行一个真正的有序的一个整理 或者一个认知 就我这等于是一个广义的泛泛的翻译 并不是严格的翻译 因为这话比较绕 这一节呢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呢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框 就是我们对世界是怎么样认知 对世界是如何认知 世界的真相是怎么看 这个呢就把这个问题呢 再把它铺的稍微开一点 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就是我们从体验到知识 这个转换过程 是怎么样一个转换过程 然后这个转换过程后面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理念 就是前面讲的理性主义 包括感性主义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idealism 还有一种唯心主义 还有一种现实主义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哲学上的理念 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的理念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